土壤液化的一些機制跟成因 都會說明 那另外剛剛講到921 那其實在921震災的時候 有關於地震破壞的 其實也都有一些補償的 後來修法上也有針對災害 做一些建築上的修正 這個都是我們知道的 剛剛副所長怎麼講的 921地震、震災 所針對建築物 不管是什麼更像補助 那個時候並沒有所謂的土壤液化 這個議題這麼大 而且那時候也沒有把它列為 是災情的導致的原因之一 所以呢921地震的時候 我跟侯委員為什麼會注意這個 921震災之後 我們都是在災區 我們那個時候沒有土壤液化 導致了建築物結構受損 而得到政府的補助 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主張說 今天剛好要修法了 修法是不是要更明確 明確化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把過去的 那個921地震 還有中間的好幾次地震 包括我記得有一年的327地震 也是在我大理太平 那整個每次的震災到底它建築物結構受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受損了之後我們政府應該怎麼去幫忙 怎麼樣去定所謂的補助標準 或者是怎麼去救助災民 我覺得這個都要講清楚 今天就是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要進行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第一項這個部分就是要把土壤液化這邊把它放進去 要放或者不放 那如果按照內政部長剛才的說明 對 那個法制局還沒 對 我們用立法技巧在說明欄 用附帶結語或者用說明欄裡面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好不好 那個趙偉我做一個建議 921重建我大概做了8年的重建工作 那土壤液化事實上也是在震災之後 加上它的地基造成的複雜的成因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法案 它其實是在震災後面刮糊含土壤液化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有鎖定是跟震災相關 我覺得這件事情列進去並不影響 剛剛部長提的就是要以成因來思考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列進去 而且剛剛部長在提的時候 他也特別強調 列跟不列他都接受 沒有 那個剛才楊文治委員有提到 我說明一下好不好 這個災害它分包括預防 搶災然後到最後復原重建 所以在36到37左右 它是在講災禍的這一個復原跟重建 其中這個第37條之一 大概是他們這一次台南比較關心的 它大概重點是在講什麼 就是說重建的工作 假如有包括這些相關區域計畫法 都市基礎法 水土保持法 山坡地保育限制 森林法 水利法 國家公園法 其他法令之限制可以做一些 不一樣的一些突破嘛 所以土壤液化因為它涉及到一些重建的工作 所以大概陳寗編委員所 他比較關注的是在於說 這個這個在重建的 災禍重建復原這一塊 所以他為什麼把它寫在地震 然後括號後面 他昨天是在重建工作 所以從這裡來看 我是比較贊成說 假如是用 震災然後用括號 含土壤液化 這個應該不會去違反說 部長剛剛在講什麼震災的這個事件 這個等等 這個震因或震果這種說法 應該是不會啦 還好啦 他最好是後面那些法令 你如果沒有他寫在這裡 他後面要拍處理 拍套 對 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我把我們上一屆 那時候在修法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好日本大海嘯 所以大家就把海嘯寫下去 你現在 現在大家因為土壤液化現在很紅 所以現在就想要塞土壤液化 我是這樣講 是不是我遵循個委員的意見 如果按照這個 部長剛才的邏輯 跟那個姚文治委員的邏輯 我覺得不寫可能會比較好 那不寫我們怎麼樣 這樣